市人大代表林錦盛 在積極理責的過程中 充分利用廣海基層供銷社 蠟燭三農、服務三農的平台優勢 通過全城創新廣海鹹魚技藝 和推廣有機種植技術 並建議政府更多關注群眾洩沾上的安全 今年兩會 林錦盛帶來了 加強非物質文化遺產 廣海鹹魚製作技藝的保護和傳承 和建議提高農產品的食品安全的建議意見 建議政府更多關注群眾洩沾上的安全 加大對非為文化的傳承和保護 加大有機種植的宣傳和推廣 並對農民開始無公害種植進行補貼 廣海鹹魚製作技藝 在2018年成功申報為台山市非物質文化遺產 作為廣海鹹魚製作技藝傳承人的林錦盛 在長期的製作過程中 結合人的口感和對健康綠色環保的追求 對傳統製作工藝進行改良 將鹹魚魚乾、梅香、鹹香的口感 改為淡口鮮美 他希望通過加大宣傳力度 和開展多種形式的活動 動員年輕一代來學習和傳承 不斷策略廣海鹹魚品牌 令到廣海鹹魚社會知名度進一步提升 農產品作為食品行業中最基礎的行業 其食品安全問題備受關注 近年來林錦盛開始嘗試推廣有機種植 在種植大米、番薯、芥蘭等農產品的全過程 堅持有機種植、倡導健康理念的終止 生產全過程不用用化學合成的農藥花肥 只是用有機肥和農家肥 嚴格按照有機標準要求 種植出對人體健康的食品 不僅使人吃得安心和放心 亦提高了土地的負價值 按照100畝水道和有機道的收購價對比 有機水道的收購價是普通水道收購價的3倍左右 吸引了不少當地的大耕戶 亦紛紛前來學習取經 廣海團村村委會的大耕戶寧耀輝 計劃今年在自己120畝農田中 拿出1.3的面積來種植有機道 加入到公銷社的基層合作社的大家庭 我也是準備種植有機肥和農家學習 我準備跟公銷社看的 我當時種植有機肥和農家聚集 我建議有機忠職 政府部門加大平肥的宣傳力度 即是能夠人度快 能夠做到有機忠職 或是有什麼偵測的扶持 或是綠色防控技術的扶持 或是農技的扶持 或是農民積極要種植 作為一名基層的人大代表 林錦勝積極參加人大組織的各種活動 廣泛聽取基層各方意見 積極理職盡責 起到一名人大代表 在政府和市民之間良好溝通的紐帶 僑良作用 插隊